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为什么爱情的感受这么强烈呢? 呃,当我们思想人的爱 也思想上帝对我们的爱 是如何强烈地爱着我们呢? 今天我们起思想雅各书最后一章 第八章 这一章的主题是 坚忍的爱 是强而有力的爱 首先一到四节是新娘 带领丈夫去见母亲 第一节提到了 你像我的兄弟 和我母亲奶的兄弟 意思是积极地带领丈夫 来到自己的家 加入原生的家庭 建立跟原本家人的关系 第二节 我必引导你 令你进我母亲的家 我可以领受教训 提到了在夫妻关系当中 期待父母的提醒跟教导 而经文第五节也提到了 生养你也在那里 为你去牢 也想到了母亲 这里让我们看到 一个完整的爱 是让家人能够参与 能够祝福的爱 而第五节 众人询问 那靠着良人 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 问新娘妻子是谁呢? 而六到七节 新娘强调 爱情是何等的强烈 第六节 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 如印记 戴在你背上如戳记 是很强烈的痕迹 不能抹灭的 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 记恨如阴间的残忍 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 雷光 是耶华的烈焰 这里用死亡来形容爱情 爱情有极大的韧性 死亡阴间都无法胜过 爱情有极大的能量 如同炙热的火焰 所有的大水 重水都无法熄灭 爱情重水不能熄灭 大水不能淹没 若拿家中所有的财宝 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我们看到爱情是很深的记号 并且有很大的力量 会焚烧 洁净一切 是的 我们思想神的爱就是如此 这个爱只有在耶稣里找着 耶稣把你我鸣刻在手掌心上 耶稣为你我承受了十字架的死刑 没有任何人数能使我们 就在隔绝 耶稣来超越金钱 愿我们领受 上帝这份爱情来爱人 八道十节 提到了新娘的兄长 提到我的小妹还没有长大 二十节 新娘回应 我是强 我在他眼中 向得平安的人 意思是我已经成熟了 预备好 进入情感婚姻 十一到十三节 新郎提到了爱情 超越金钱 即便君王有葡萄园 但是 当我们拥有好妻子 就比君王更富有 是我自己的葡萄园 真正的满足 和喜乐 十四节 新娘期待丈夫赶快来 我的娘求你快来 在香草山上 这里让我们看到 爱情是坚韧的 是强烈的情感 而这份爱是从上帝而来 唯有我们认识神 长过高神爱 我们才有力量 建立美好的爱 我们来祷告 跟神帮助我们 很谨慎我们的爱情 走在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平安道路 也让我们每一个人 领受神爱 用神爱彼此相爱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